2011年卷1B第五条的B2部分 这一部分它就说处理框里面用了Base而不是用2 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用了Base而不直接用2 而是要Base然后将2进去 为什么这里不直接用2呢 那就是说譬如这里如果这个程式可以直接在这里改成2的 上面这个直接不要 那这个程式是一样的因为Base是2然后这里乘2 OK 为什么它要在程式开始专专要做个Base的变数 然后下面乘Base而不直接在下面乘2呢 这个问题就是问你第一 无端要做一个Base OK 好了 首先采用变数而不直接用那个数字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Base是一个英文是一个有意思的英文字来的 那就可以方便其他程式编写若元 编写若元阅读这个程式 OK 别人呢如果就这样看见到有个2呢 不知道是什么事的 但是如果见到Base Base即是基彩的一个底 OK 是一个有意义的英文字 那于是其他程式编写若元就可以猜到Base是个底 底分要将Answer成为一个底分 OK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 使用Base是一个有意义的英文字来的 可以方便其他程式编写若元呢 更加容易理解一个程式编写的内緝 OK 好 这个是其中一个 那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可能我们的程式 这个程式就没有显示了 可能在很多地方都会用到Base的 可能这里又用到Base 这里又用到Base的 好了 假设你的程式用到很多的话 如果我们有一次需要修改Base 例如举个例 我们将Base改为3 我们只要在程式开头的部分 修改一次Base的数值 在程式的下面的部分 所有用到这个变数的 都会同时更新了做新的Base的数值 就不用呢 如果我们的程式用了很多的话 那就不用逐个改 逐个改 逐个改 不需要了 OK 但是这个情况就只有一个Base 所以我们可以回答 如果程式其他部分都有应用到Base的话 只是需要在程式开手 修改Base的数值 程式其余部分 就不需要再进行修改了 这里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说它有意思的变量 容易给其他程式员看 第二个就是 修改开手那里 其余的部分全部都自动修改了 不用修改其他部分 那二选一 你自己写回了